赖清德上任讲话激起了千层浪 目前大陆该掐灭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5月20号,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赖清德 进行了他自己的就职演说 而这场讲话非常难听 同篇的政治谎言,狂妄的分裂谬论 以及恶意的煽动民意对立 这对当前的两岸形势来说 无异于火上浇油 大陆是时候该掐灭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我们先来说一个严峻的事实 随着两岸形势,中美博弈的加剧 美国不断地向台湾地区投入大量的军事装备 以及军事训练人员 台岛内的独立情绪和分裂渴望 其实是在不断地强化的 之前蔡英文在任的时候 她搞台独也只是说 基于当前的现实该如何如何 而不敢戳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大陆也不想现在就陷入战争 因此台海才勉强维持了表面的和平状态 然而这次演讲中 赖清德他非常直接地鼓吹互不隶属的论调 甚至都不是说两岸关系了 而是直接说所谓的中国和台湾互不隶属 连部分岛内的舆论媒体都有点害怕了 怕真的激怒大陆 说赖清德独性前所未有 味道太重了 明面上来说吧 岛内的期望是希望赖清德能够做一些符合大陆和美国期望的事情 进一步来说其实是想保持当前局势的紧张性 帮助台湾地区谋取统战的价值 借机向北京和华盛顿要更多的钱 而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来说 这就是典型的邪阳谋毒了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还是岛内的一些政要 对赖清德非常的不信任 不是说赖清德他会退缩 而是怕赖清德他毒味太重 刺激到大陆 在今年一月份 赖清德当选的时候和就职演讲前夕5月15号 美国就先后派出了两批人算访台湾 为什么呢 他就是怕赖清德这祸太毒了 直接会打破现状 那美国他就犯难了 要不要出兵亚太和中国交手呢 美国他是真的难以抉择呀 坦算的说 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层面 中国大陆这些年一直在向台湾地区传达一个信号 选择台独那就是选择战争 然而即便是解放军 在这两年展开绕岛飞行和航行 甚至将金门海域的常态化巡航都推广到了台湾海下 可这一切呢 依旧没有改变台岛内歌舞升平的政治姿态 为什么呢 狼来了 喊了太多遍 不真的来一次 是不会有人信的 而这一次赖清德的当选是台岛内一张张选票投出来的 换句话说啊 这个自诩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就是台岛人的选择 当前全球进入大争执事 中国必须拥有一个面向太平洋的防御屏障 台湾岛不论是政治还是军事层面都到了我们必须收复的时刻了 我们也是时候该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